冬天最好吃的饺子馅,那一定是白菜猪肉的 而且冬天的白菜水分足,价格便宜又好吃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白菜饺子馅怎么调才好吃 很多朋友做白菜馅的时候,都是用盐腌制一下 还有的是把白菜焯水 其实那样做都不对 你要是学会我今天这个做法 保证出锅的饺子比饭店的都好吃 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把白菜一片一片的掰下来 然后用流动的清水清洗干净 把根部的杂质和泥沙都清洗掉 洗好后先放一旁控干水分备用 接下来盘中准备一点小料 一小勺花椒,几个八角,两块桂皮,几片香叶 再切一点大葱和紫洋葱 几根香菜,一点胡萝卜片 再加几片生姜 接下来锅中倒入多一点的食用油 然后把准备好的小料都倒入锅中 开小火慢慢炸 把小料的香味炸出来 这里一定要开小火炸 这样才能更好地激发出它们的香味 如果火太大 外面都炸焦了 香味还没激发出来呢 所以一定要开小火慢炸 炸的时候擒翻动翻动 让小料受热更加均匀 这里一定要多炸一会儿 把小料炸干炸香炸到变色 一直炸到像视频中这样 颜色变得焦黄 并且全部炸干了 先用漏勺捞出来 把料油倒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块前腿肉 做馅料最好选择用前腿肉 前腿肉口感好 肥瘦相间更好吃 先把肉改刀切成片 然后再剁成肉末 嫌麻烦的朋友可以用绞肉机 但是我个人感觉 手剁的肉馅更香 尽量剁得细腻一些 像视频中这样的状态就可以了 剁好后装入碗中 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一勺白糖 一勺鸡精 一勺五香粉 一勺胡椒粉 一勺老抽 两勺生抽 一勺蚝油 再打入一颗鸡蛋 戴上一次性手套 下手充分地翻拌均匀 抓匀后再朝一个方向搅拌 把肉馅搅拌至上劲儿 这样肉馅吃起来会更加筋到弹牙 一直抓拌至肉馅比较粘手的状态 这时候再加入一勺熬好的料油 继续下手抓拌均匀 抓匀后先放一旁备用 这时候再把白菜切成细丝 然后再切成白菜碎 这里千万不要用绞肉机绞碎 那样白菜非常容易出水 太碎的话口感也不好吃 切成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切好后装入碗中 再准备多一点的葱白 切成细丝 然后再切成葱花 小葱可以多准备一点 这样葱香味浓郁也会更好吃 一小块生姜切成姜末 切好后装入碗中 接着加入一勺芝麻香油锁住水分 用筷子搅拌均匀 加入香油锁住水分 白菜就不容易出水了 接着把肉馅放进来 再次下手抓拌均匀 很多朋友做肉馅的时候 都会往肉馅里面加水 其实做白菜馅饺子 是不需要加水的 因为白菜里面有水分 这样相结合一下 不但白菜的营养价值不流失 也能吃出白菜的味道 包出来的饺子也是鲜嫩多汁的 这样做好的馅料 包饺子 包包子 包馄饨都是可以的 我今天和了一点面 准备包饺子 大家根据个人的喜好来包就可以了 水开后下入饺子 用铲子巴拉巴拉 俗话说 三开的饺子 两开的面 等水烧开后 加入两侧冷水就可以了 现在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了 饺子白白胖胖的 个个都圆鼓鼓的 煮好后盛出来 装入盘中就可以美美的享用啦 这样做好的馅料 鲜嫩多汁 里面的肉馅吃起来不干不柴 特别的香 吃的时候可以蘸一点辣椒油 一口一个别提有多好吃了 喜欢吃饺子的朋友 一定要试试这个做法 点我头像可以观看更多的家常美食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